樓價太貴了 現在真的買不起 首期都很問 除了打劫之外都沒什麼可能 80後假Alan準備跟女朋友拉上天窗 想買樓做新居 不過兩個人的月入 加起來只有三萬多元 根本買不起私樓 唯有寄望政府的房屋政策上 所以政府推出什麼 他們全部都申請 包括陸遊雅園和白表面保地價買二手居屋 Alan原本以為跟女朋友分開申請 中簽機會會大些 但結果陸遊雅園的抽籤認救次序排得很後 輪不到他們買 而白居易就抽不中 不過Alan表示 就算抽中簽 以最近二手居屋的樓價來看都買不起 剛剛上個星期看 近老海城那邊 那邊富榮花園 那個是居玉王 是不是叫居玉王 就是九龍區那邊 五百多萬 免保地價之後五百多萬 補了地價就是七百多萬 它是豪宅隔離 你居屋五百多萬 真是不合理的 你明不明白 他覺得政府根本幫不到他們這些隔心階層上車 不是幫到那些抽中的人 數量和效用不大 某程度上我覺得好像是有些硬推些措施出來 就是紓解民困 叫做我們政府有交代 有事做 這樣而已 在居屋二手市場 發表免保地價政策大動下 居屋樓價持續被炒高 長遠房屋政策督道委員會成員黃坤批評 政府的政策不夠全面 最終帶來反效果 樓價整體的需求 如果是增加的時候 供應沒有增加 就自然間賣家 即現有居屋的業主也會適售 如果他賣了居屋 是買不回自己的私人樓宇 去解決自己的居居居需要 所以便會飆高價錢去出售 所以買賣相方面 都是比較交錯狀態 即是兩限 很想幫助那些白表家庭 實際上便會害了他們 黃坤又指 二手居屋樓齡普遍較高 如果銀行最終不成案 或者還款的年期縮短 即使有業主平價放盤 白表客都未必有足夠的首期應付 政府應該承擔部分風險 不能就手旁觀 否則政策如同虛切 卻認為政府應該設定申請人的入息下限 排除零收入或者低收入的人士申請 避免造成嚴重超額 削弱有需要人士的置業機會 有關注房屋政策的學者認為 最徹底的做法都是增加資助房屋供應 甚至停止批地 讓發展商起私樓 改用來興建居屋 如果你要買私樓房屋 現有市場多的事 空置率有百分之四點多 現在的徵結就是 如何解決買不起房屋 買不起房屋就不是純粹是增加房屋供應 增加房屋供應是不可以直接 令到發展商是減價的 只是資助房屋 因為那個資助房屋是政府去決定售價的 如果不夠土地的時候 反而你可以不在私樓 不在私樓 對我們現有的市民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潘詠祥又指 本港有大批農地 政府為了避免官商勾結的嫌疑 早前拒絕私人發展商捐地是可以理解 但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另類模式 例如向發展商提供免保地價做誘因 鼓勵利用私人土地興建便宜價樓 相信社會的迴響都會較少 同時都可以被甲心階層有機會上車 香港風範電視記者王家民報導